小乔 你追尽好吗 您好 汪川秋水翻译社 请问信小秋小姐在吗 小秋姐她不在 她住院了 住院 什么病啊 未出血 住了两个星期了吧 好像明天又出院了 哪个医院 人民医院 请问你是 姐 中午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做 不了 中午得去趟翻译社 在医院的时候 你又不让我碰电脑 不是 你这刚出院 你就想上班啊 咱自己是老板 你就不能放几天假啊 当然不行啊 对了 米娅没有帮我忘了胃吧 饿到我也不会饿到她 你就放心吧 臭小 就会是好听的 小秋 马上要过夏月了 给你寄的巧克力 你收到了吗 希望你喜欢 小秋 你在家吗 小秋 半夜了 还没回家 小秋 你出差了 为什么一连三天 没有人接电话 小秋 半夜了 你站在家吗 出院第一天 这么加班 拼命啊 出院这些天 事情都堆一块了 问一下啊 我们要不要买一辆公车啊 好啊 那买辆什么呢 我觉得要不要买一辆小面包 反正得买辆经济型的 对不对 不是吧 小秋姐 怎么也得买辆好点的吧 你说我们翻译社 出去见的都是有头人的 有脸的人是吧 规格上有匹配啊 买好车你以为我很扣啊 今年呢多赚点钱 明年一定许你买好车 对了 昨天有人打电话给你 打到你办公室了 我告诉他你住院了 是谁啊 不知道 话没收完就挂了 肯定是客户了 没关系 有事情的话 他会再打来的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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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回事 善行 没关系 奶elect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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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谢小秋什么都没有 可以说一无所有 但是我给了你王里穿过所有的爱 在爱情里面前我比你富有 你不要再坚持了 你不会有任何收获的 你不要再自磨自己了好吗 谢小秋 这儿 你放开 我告诉你 我没错 你如果我吓到你 你就对我吓到你 你不犯了 你 想走上 你不能走到 你 大力我 让你好一点 马上就不过了 我再也不传着你了 我马上就离开上来 走去别的城市 但是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努力地活过来 对不起啊 是先没有告诉你 靳雯跟我说你病了 我去了医院 医生送你出院了 打听到你的柱子 就过来了 很冒费吧 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 你已经有孩子了 我把你帮助你 你拒绝了 你把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你帮助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帮助我 还是静闻没有告诉我 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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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我吗 蜜亚 姐 我回来了 小冬 家里来客人了 这是立川 你不记得了 记得 你好 立川 你好 小冬 怎么有空来了 听说你姐病了 我特地来看她的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小齐 是我的弟媳妇 小龙是他们的儿子 小龙 今天晚上我们不是 什么 你朋友 对对对 今天晚上我们约了朋友 先喝茶后吃饭 你们先聊 我们先走了 那吃饭再走啊 没事儿 没事儿 你们聊 小龙 带你吃饭去 走 你们聊啊 姐 那谢谢啊 谢谢帮我们带着小龙啊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我给你倒杯水吧 不好意思啊 最近都没有住在这里 水也没有烧 好几天没有住人了 所以这里灰尘比较大 我打扫一下 先把灰擦一下 我来吧 我自己来就好 小秋真的不用了 你坐着吧 坐着 你看着电视 我来帮你擦吧 那怎么行呢 你刚刚到你休息一下吧 我不累 真的不累 坐吧 给我吧 小秋啊 你的清洁机在哪里啊 在那个 柜子里 对 柜子里 你什么时候换手账了 你什么时候换手账了 我有很多手账了 我用断了很多次 又做手术了 她们没有把你另一条队给切掉吧 切掉了 那还剩多少啊 我开个玩笑 没有被切掉 我还没有这么倒霉 我还没这么倒霉 我还没那么好 我还没想到你 我还没了 还没了 我还没了 你还没了 我还没了 小秋 不要抓住我的手 这样子的话 我没有办法转身做家务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你宾馆差不多 你要去哪儿 做饭啊 你不饿吗 我来就好了 真的 做好了我就叫你 坐 今天是什么待遇啊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你订宾馆了吗 今天晚上住哪儿 我能住你这儿吗 王立川 我说你把我这儿当哪里了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干吗这么熊 你上车来书立市不是也住我家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说你病了 我想来照顾你一阵子 我病了关你什么事啊 我有时候让你照顾吗 再说了我病早就好了 别生气嘛 你看你 一生气脸都白了 一点颜色都没有 坐吧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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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好 以前都是你照顾我的 上次车后的时候 也是小官天天照顾你 现在该轮到我的吧 好好吃哦 好吃吧 嗯 你觉得 我的手艺有进步一点吗 我知道你的胃不好 所以我没有放辣椒 干吗看着我啊 你怎么不吃啊 我就是要看着你 我每次看你的胃口 都好像是一级棒 吃饭都觉得 我的人身充满了意义 再来 是不트가这样的 吃得好饱 好久都没有吃这么多米饭了 我来洗一碗吧 我来啦 刚才一直都是你在忙活 你该我劳动了 洗碗 癞什么 有色蓝了 我来吧 你不用担心 我是来照顾你 可是立川 我真的有很大的变化 我呢 现在 变得更加神经质了 脾气也更不好了 内分泌也失调了 现在爱情根本就不会了 甚至听到这两个字 都有一点小兔了 哪有这么严重啊 真的有这么严重 你 我这两天太忙了 没有时间洗头发 这个年文出来了 我来帮你洗头 不要了 就不太好意思 来吧 不要了啦 洗个头都锻炼动去的 一点都不老实 哪里有 你说 你有几天没有洗头了 那个 主要是最近太忙了啦 所以才没有睡得起来 可是我都犯困了 早点睡吧 差不多了 那我去睡了 嗯 有色冷啊 有色冷啊 要干嘛啦 什么 干嘛 我那个 打会了 我又没有说要干嘛 死了 你看了你看你的这些日子 我智商变得又低了 对不起啊 小秋 我错了 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我太多年了 好舒服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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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午饭 午饭 什么时候做的 早上啊 你还没起来呢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别忘了 下班前打个电话 我来接你 拜拜 真是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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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 小小姐 你中彩票了吗 那个是你男朋友吗 小小姐 你还能当我们社长吗 当然啦 你们想什么呢 一会儿小妍 跟我去趟车行 看看买哪一款 不用挑了 就刚刚那一款 是经济型啦 还是经济型啦 走吧 走吧 美女们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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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也吃饭了 快点 哇 这些什么呀 反正都是好吃的 哎呦 你们都吃什么呀 今天我自己带了 哎 这是我的 呦 呦 谁这么体贴啊 呦 粉红色啊 哎呀 我看一下 哎 呦 你看还有字啊 我是肉粥一号 请热一分钟 浪漫 我是茄子二号 请热三十秒 哎呦 体贴啊 我是水果沙拉 生吃 不用热 好啦 忙给我啦 你带个饭怎么了嘛 哎 等一下 我要检查一下 我怀疑里面装的 根本不是菜 是满满的 哎 好啦 饿不饿心啊 吃饭 好啦 饿不饿心啊 吃饭 来吃饭 哎 立川 你一直在这里换有什么 我在想 如果要变换这个空间的话 要怎么样整个空间才会 舒服一点 那只能换更大的房子啊 才会有更大的空间啊 你说的哦 那我们就换 那我先做一下设计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你说 我呀 面积要大一点 还有呢 卫生间呢 要有更多的安全设施 就这样 小超啊 你真的不是一个 合格的消费者啊 王立川同学 我好像 还没有答应要嫁给你吧 没有 对啊 所以你说要装修什么房子 装修成什么样子 应该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又不想结婚 依你的一贯作风呢 我都不敢奢望 第二天醒来 你还会待在这间屋子里 我呢 是 记忆犹新 往事历历在目 所以呢 过一天算一天吧 好 那我就来问你一个问题 看你的记忆力到底好不好 问好了 你还记得 你把咖啡 PO到我身上那一天吗 咖啡馆里面 放的是什么音乐 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不是 不是吗 CK君来了 蓝色狂想曲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我总是会去那家咖啡店的原因是 是因为它总是放我喜欢听的音乐 主要我刚才没猜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实在太忙了 我平时在电调做很多很多事情 哪有功夫去注意一下录音机里放的什么歌曲啊 好 那我那天带的灵带是什么颜色呢 咖啡色 不是 不可能 你不是把咖啡PO到我身上吗 对啊 咖啡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啊 我是在问你 你还没有PO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啊 我的天哪 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好了 钱 收电脑的钱 真是 拜拜 是蓝色 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偏咖啡色的蓝色 是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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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我问你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简单的问啊 难得你一定打不出 这一天很简单 说 我的手上有什么东西 左手有手啦 左手 左手 肯定没有结婚戒指 没有 也没有戴手套 没有 那天你在用电脑 所以手上也没有拿笔 没有 对 我就说没错吧 那 那 那你说还有什么 我手上添了一个胶布 我小笔的时候 不小心滑倒了一下 对嘛 那 那没事啊 算了 算了 你让一下好了 我就当不及格 没有关系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及格吗 因为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对我一点都没有印象 我没有注意到你 这个绝对天大的冤枉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你 那是因为我把过多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你的脸上 有本事你问关于脸的 关于脸都肯定答得出来 好 那我就问你 关于脸上的部分 你问好了 如果你要是答不出来的话 我就把你修了 答不出来怎么可能 我那天 有对你笑过吗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 那天你绝对没有对我笑 因为那天你一直 臭这一张脸 错 错 不可能错 你泼咖啡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当然没有笑 但是 我抬头看到你的那段时间 我是笑的 不可能 那天你绝对没有笑 我要是没笑的话 你肯定不会把咖啡 泼到我身上 不 关键你那根本就不算笑好吧 你那顶多算嘴角弯了一下 谢小秋同学 就算 就只有一点点 这就是笑 好吧好吧 你说算笑就算笑好了 反正嚷嚷你了 所以 你一提都没有答对 你的零分 零分 我说王 王立川 凭什么都是你在问我呀 我要是问你的话 你肯定也要答零分的 好啊 你问呢 我肯定是一百分 想想啊 我那天穿什么衣服 黄色格子的上衣 浅蓝色的牛仔裤 对不对 什么发型 马尾病 黑色的橡皮圈 什么口红 你没有插口呢 我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对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非常抱歉 我非常抱歉 太抱歉了 我非常抱歉了 太抱歉了 你不要这么野蛮好不好 你怎么都记得了 因为 那不是我们第一次 在咖啡馆见过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 好像应该在小兔咖啡馆吧 你被辞退了 所以晚上 你就跑到那家咖啡店了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你穿了一件黑白条纹的毛衣 还有双肩背包 黑色短靴 就像 隔壁的那种小女生 上学校的那种感觉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进咖啡馆啊 你在一台车子的面前 整理你的头发 然后 对着镜子 调治你的内衣 我都看清楚了 你把我的镜子都撞歪了 你怎么都不知道 那台车子 不是空着的吧 痛快狂王丽川 那个时候你在 痛快往心里 对不起啊 我对不起 我非常抱歉 大色狼 你说你是不是那个时候 就喜欢我了 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少 百分之十 小秋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金马房的设计蛮有趣的 最漂亮的时候呢 就是在天亮 太阳下山 月亮升起 将这金马臂姬的金字招牌 倒影在街上 渐渐交织 这叫做金碧交灰 金碧交灰 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啊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再说了 又不是黄昏 我很怀疑 怎么没有见过啊 就是没见过 说来就来 你看 你看 这不就叫做金碧交灰吗 太快了 没看到 好 这叫做金碧交灰第二次 这边有画画的 我让他给我们画一张画好不好 好 大哥 能不能给我们俩画一张画 好啊 多少钱啊 六十 六十 这么贵人家前面就三十 那是一个人 你们是两个人 那我们俩还画在一张画纸上呢 四十画不画 小抽 不画 算了 阿妮 这不可以 这不可以 四十画不画 不画不画喽 好 好 四十就四十 你看我说完他肯定就合画了 你们俩往后退一点啊 好 好 就这个姿势啊 靠近一点 来 偏一点 好 防抬一点 好 保持现在啊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啊 那早将来 我们俩又不是静悟 干嘛只要看着我啊 害怕我撑得住啊 快 爸爸 哎 等一下 你以为觉得这样很傻 一只本来的东西 不会啊 这次我们做个更长的事 你这个还是 哎呀 换好了 哎 这么快 不是说十五分钟的吗 对吧 画得好不好啊 你看看 对不起 我没办法归下来 所以只能用这幅画 来代表我 但是我的心 的确是归着的 来自于南各旧 生于九月七日的谢小秋 你会交给你 没关系 我愿意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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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證件和照片 都帶來了嗎 都帶來了 都在這裡 有我的身份證啊 戶口本啊 她那是瑞士籍 有居留許可證啊 還有護照什麼 都在裡面 還有三寸兩張 近期合影 都在 她會講中文嗎 會的 她主要今天太緊張了 所以激動地講不出話了 如果她是瑞士人的話 還必須出具一份 婚姻狀況證明的公證 證明她現在沒有配偶 我不是說了嗎 要問好才來 現在多麻煩啊 有什麼麻煩的嗎 王立川 你不要告訴我 你在瑞士已經有老婆了 我哪敢呢 好 喂 紀川 你可以幫我辦一個 檔案嗎 公證件 婚姻狀況證明 那你可以幫我辦嗎 她說馬上辦 辦好的親子送給我們 還是大哥好 麻煩你啊 謝謝 太好了太好了 我們馬上就去辦了 那個大姐 好的 請您吃喜糖 謝謝啊 那這樣吧 這個先拿回去 好的 那我們辦完了 再來找您 好 你們下次要是過來的話 把衣服穿得正重一點 不要這麼隨便 婚姻是件嚴肅的事情 要有點儀式感 知道嗎 知道了 知道了 還有戒指準備了嗎 有的有的 好 那個是嗎 那個是什麼 瓶子 抽氣道 抽氣道 衛生間裡除了下水道 還有抽氣道 對啊 如果抽馬桶的時候 沒有抽氣道 就會形成真空 那我怎麼樣 例如說 如果有一天 帝國大廈的每一個馬桶上 都坐一個人 然後他們 約定同一個時間 沖馬桶 如果沒有抽氣道的話 巨大的真空 就會把所有人的屁股 牢牢地吸在馬桶座位上 誰都站不起來 那怎麼辦 除非 對 位置最高的那一位 張開他的嘴巴 然後排氣 討厭 說我的嘴巴是什麼 你的嘴巴很香 我的嘴巴很臭 那你的嘴巴是什麼 我的嘴巴很臭 我的嘴巴 對 我的嘴巴 我來看 我的嘴巴 我來看 我的嘴巴 我裡面的嘴巴 你的嘴巴 我好緊張 好長時間啊 你爲 你爲 casa 我爲然後 我爲 我爲 他爲 我爲 我爲 你爲 我爲 我爲 下回了 谢谢 好了 我现在就休息到了 谢谢啊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在等副者签名吗 是啊 那个七十二我就是作者 我知道 刚签过了 那你们在这里干吗 你们在等副者签名啊 可以啊可以啊 需要你不要记忆我签名啊 可以啊可以啊 需要你不要记忆我签名啊 陈英文 作者是不是在书里面 把我折成的死去活来啊 谢谢啊 对啊 要证实一下吧 对对 就这 真正的作者大人来了 来 请大家给我一点面子 多多请他前面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尼恩 PS 小秋 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了 说服小莫 是个很难的过程 还好他非常需要情 遗传往事 我看 我不同意你的结局 因为太悲惨了 尽管现实 是这么悲惨 在故事里 我们还是要留给读者一点希望 你觉得呢 所以我用出钱的汉语 替那个阿姨的很俗气 很圆满的结局 很圆满的结局 看起来伤痛的话 希望你不要记忆 因为 这是一个 我们都想要的结局 不是吗 祝你幸福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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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记得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打开我的贺卡 每一张都写得不一样 我不许你提前拆开哦 这样的话 就算我此生错过了你 至少 我没有错过你的生日 爱你 爱你的 李川 我没有用 音乐 不许你 我没有用 帮你 我没有用 你 就是我 我没有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轻轻无传还在那里 我和你之间可以变得很冷 也可以变得很热 但那一根线 永远也不会断 一川回到苏黎市那天 我也回到了上海 喵喵 喵 谁来了 他在看你呢 这些都是不要的 你这 这些说多好啊 你干吗不要啊 李川送的 你要不要这么干脆啊 说不要就不要啦 你要是不要的话就给我吧 你什么时候比我还拎不清啊 这些都是要捐的 不捐 放我那儿 等你什么时候想要了 再来找我拿嘛 好 还有蜜亚 我妈可喜欢蜜亚了 你把它给我妈吧 还有这只 那只蜜亚也给我妈怎么样 带路上很不方便的啊 那可不行 两只蜜亚都得跟着我 好啊 刚才还说我拎不清 你自己呢 把立川给你的东西都捐了 还舍不得蜜亚 蜜亚是立川托付给我的 我得知道他们是幸福的 好吧 哦 对了 校官说晚上请你吃饭 算是正式告别 好啊 小秋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季川要调我去总部了 正式通知已经下来了 那多好啊 你不是一直都想去欧洲玩的吗 去 我本来是舍不得离开上海的 可是呢 既然有些人 已经无情地决定了 要去昆明 我是见不到他了 看来以后找他 只能打悦阳电话咯 叶歇文同学 你是不是想让我哭啊 哭给您看好了吧 蜜亚也哭 不过我可是离立川跟着 我可以随时帮你打听他的消息 你呀就好好工作 不用帮我打听了 我现在的心 已经很平静了 不会吧 你 就一点都不想知道 立川的近况吗 现在呢 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而且我也知道 真爱和浪漫的区别 就是想要你喜欢的那个人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而真爱呢 你是希望你爱的那个人好 哪怕代价是离开的 小秋啊 我知道你想翻篇啊 可是你也不要快得跟火箭似的 你要给我个过渡期啊 是吧 喵 反正结束 就让它结束吧 小秋 你终于翻篇了 真好 是吗 是吗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立川设计的那套 记得啊 记得前面有样板房 跟我买的那套结构一模一样 要不要去看看 不要 小秋啊 好不容易翻篇了 就索性咬咬牙 翻到我这边来了 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像这种痴缠烂打的精神 你千万不要跟我学 一点都不好 都是你的前程之鉴 说真的 你去昆明有什么打算 我呢攒了一点钱 准备到昆明开一个翻译社 等以后规模做大了 跟你们九通做竞争怎么样 打定主意当女强人了 有雄心有志气 不过以你的性格跟专业水平 我看好你 你会成功的 那我也祝福你 早点找到幸福的伴侣哦 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沧海个头啊 你根本就没有下海好不好 小秋 我会想念你的 不过我跟你不一样 我很快就会翻篇了 毕竟这是个多变的世界 能够迅速翻篇也是一件本事 最后的一个拥抱 你不会不给我吗 我以为你愿望说你牙疼呢 我以为你愿望说你牙疼呢 保重啊 你保重 我我我我牙真的疼了 需要个吵架是真的 又来 你能不能换点心的 真的很疼啊 我是说真的 一点进步都没有 唯一 再眷恋 等有对理的人 李川 收到这条留言 你多半已经平安地到达了你的家乡 我没有去机场送你 如果分手是爱你最好的选择 就让我们再次分手吧 也许这就是人生 最炙热的爱 往往会遇到最冰冷的结局 尽管如此 我不后悔 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爱 哪怕爱情的波涛将我淹没 只要我能浮出水面 我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去爱你 好好保重 李川 如果醒来的时候 我能握到你的手 我宁愿天天 与你在梦中相见 永远爱你的小秋 来 给我看一下 可以吗 左边高一点吧 好 好好好 就这样 小秋姐 打印机放哪儿啊 打印机啊 小的放我办公室 大的放打印室好了 你们几个快点儿 一会儿我要打扫了 知道了 同志们 一会儿呢 咱们全部收拾完了以后 我请大家吃饭 开张饭呢 对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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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 来 小心 谢小姐 您的快递 给您 来 来 来 好 谢谢 谢谢啊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很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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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穿我的 一个小礼物 这是什么 继续战斗 square 我爱你 了 我爱你 丽� osoby 没事吧 没事 明天见 小秋 再见 好好地照顾自己 如果你忘不了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却也不能跟你在一起 你就把他的名字 写在这个飞机的翅膀上 然后就这样子丢下去 就会很宽着 你跟我表达的名字 关于你吗 不知道 没事吧 你给我这个的时候你跟我说过 你说要永远爱我 现在你反悔没关系 你尽管反悔好了 但是你要让我跟你一样 我告诉你往里穿门都没有 我就要带着他 我就要一直带 一直带 一直带到坟墓里 当你读到一本很好的书 见到一个很英俊的男人 或者是走进一座很美丽的城市 你对自己说 你看到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你会让这些东西陪你度过年轻 但是过不了多久 新的事情就会发生 你读到的一本更房书 到达了一个更美丽的城市 遇到了一位更严峻的男人 开始了一段更浪漫的 对不起 小秋啊 你不要害怕怎么结束 每一个结局都因为这新的开始 你别跟我狡辟 我们俩之间只有开始没有结局 如果我们俩之间非要有一个结局的话 那就是我们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小秋 你一定要幸福 一条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